玩具TV第20 今晚全部都是終於可以出場了 客戳在旁邊是Clappton 你當是廣告,廣告時間到了 Clappton上來,有甚麼事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貼紙 但這張貼紙有甚麼特別呢? 金卡 為何會金卡呢? 金卡 這張是日本MandalaCare 接下來9月27日才開賣的日本特別版 這麼厲害嗎? MandalaCare和Domew 每一年跟設計師聯繫的每一年的祭典 算不算是首過香港的貼紙界? 不是,上年已經有小朋友 我今年2023年首過 還有一班 每人都有些 首批 這個是日本賣的 到時遲些香港 等他們賣完再公佈 香港可能會噴 我想問他長期都有出業指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我們自己出的就在他們上架 但是他們下了他們的名字 因為我這個下了他們的名字 下了他們的名字是每年一次的 每年一次 那是怎樣賣的呢? 是賣的? 還是跟著發售? 就在這裏 他們有個時間表 因為其實上個月 他們已經在YouTube做了一次直播介紹貼紙 介紹完之後 就會開賣 公佈了日期 就是9月27日 8時 對 8時 8時就會開賣 那這張卡是多少 這張貼紙? 每個不同 我這張就是 我都不記得 好像156日 156日 本人都不記得 不要緊 注重創作 還有這個 我也做了一些 除了一張卡外 有一點特別的效果 對於上次上來也展示過AR 這個又是 又有今次的AR 讓我對焦 這是不是很多貼紙界都在用這種技術 都有人用 但也不是很多 對 嘩 聽到聲音都知道厲害 嘩 嘩 對 音效也是 如果用電話 對著它 用L的曲 就會有AR效果 其他設計師未必是這樣的動畫 可能有些是8bit 有不同效果 即是看設計師 他本身玩了 他懂得多 或者朋友懂得多 對 創意 總之整個東西 就是你自己包辦 對 如果你真的不懂 就抱歉 只有一張貼紙 貼紙也有貼紙的味道 本質就是貼紙 我們看日本的設計師 他們很專注做一件事 他們只是貼紙 普遍都只是貼紙 即是煮拉麵 煮拉麵 湯也不煮 但要煮到貼紙 即是雷之呼吸的第一色 在比較之下 因為始終在卡來說 換微性都重要 有AR做一個Backup 即是一個挺好的亮點 撇除日本人的民族意識 其實我覺得你會跑贏他們 幸好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香港的設計界 和設計師的天分 多才之餘 還可以衝出香港 是 我們如果玩具TV的朋友 想買 有沒有優先考慮 優先就真的不行 Mandarke他們會很注重那些日期 不過 即是之後會有 之後 我們香港也會有的 但要等他們 然後我們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可以 到時就可以買 對 其實大家上網買都可以 因為 Mandarke 它是國際的 會不會貴一點呢 也會計算他們的運費 等我們 等我們 或者我 譬如說 等你簽名 可以的 等一等 除非你很趕著玩 對 大家一等都好 我寫了跟Mandarke 說幾個日文打個招呼 靠你 幸好我準備 真的認識日文 大好了 這麼多年 你都沒有 對 Hong Kong ToyceTV 接著就是 Mandarke 說多了 大家都懂得聽 就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 謝謝